嗨大家好 前一阵儿不是又有购物捷了吗 我趁大家不注意 又买了那么多快递 有这件事吗 前一阵怎么还要购物捷 八八 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购物捷 然后呢又买了这些 今天就来做一个开箱的快递吧 全都是我自费的 是不是我最黑 就我最黑 没有啊 我今天也挺黑的 我都白的 黑个屁 啊他最白 我好黑啊 来你来 我先来 我黄的 咱俩差不多 咱俩差不多 好 现在我们把东西已经通通都拆开了 我跟大家泱泱说 今天陪伴我们的友 他不知道在干什么 然后用的爱姐 爱姐我先镜头对着你了吗 你拍完了吗 对 然后那里有一个 唐老师在吃水煮鱼 然后用我们的浅琴 还有我们啊 见了新睫毛的琴姐 我们先说啊 离我近的吧 这是我在一家买的 这个是那个 哎呀 秋姐实惠 没错 这个就是香提卡的那个 隔离 它等于是一个素颜霜SPF15的 这个啊 我以前用过 很早以前就有人给我推荐过 但那时候觉得他们家四号 有点暗暗的 黑黑的那种 后来用了几次就不是很爱用的 就是春南老师给我推荐的 春南老师可是给我画个妆刀 谢谢春南老师 安宁 反正这个就是 他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色号 好像更白了 叫Aura A-U-R-A 这个色号 所以我打算买回去试一试 然后还有这个 这是一个 这个很厉害哦 推荐给所有的女士们 这是一个景霜 去景纹的 我已经用了大概 半瓶大半瓶 然后他要建立耐受的 所以不能天天用 我有一阵 我那时候不知道 他要建立耐受天用 然后就有点过敏 但是你看 我这个景纹 尤其是最下面这一道 真的比以前淡了 我是看到一个 我很喜欢的公众号 是写了一篇文章 专门说这个景纹的 然后他里面推荐了 他推荐了很多产品 就去景纹的 这个我是认为 性价比最高的 我就买了 用下来确实 有点效果 但是他就是会比较猛 这个是HBN的 这个是一个 其中一个东西是回购了 是这个发光水 它涂了会发光吗 会发光啊 抹完之后 你整个人就像 像那个探射灯一样 我是看到 有好几个博主有推荐 说虽然不知道 是不是人家掐的饭 就是可以用它做湿敷 然后呢 我就一周大概做个 两三天的湿敷 用到了一整瓶 确实是你在素颜的时候 会觉得你的皮肤的底子 是通透的 就不像以前是那种 非常暗沉暗淡的 但我觉得美白 我是没有看出来 但他对于皮肤的那个 提亮你的那个通透感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当然了 在座的 我们办公室的 这三绵里是都不需要 然后这回我打算试一下 这HBN家的这个修护面膜 我最近对这种 涂抹式的面膜 都很有好感 打算试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 试黄唇的这个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是我买的 一家的那个耳钉 叫Confetti 正好我觉得 我现在这个耳环啊 感觉不太搭 我们换别的看天 我一共在他们家买了 四副耳环耳钉 一共花了143 不贵的 我很喜欢买这种 比较平价的耳钉 买了一副这种 这个叫克莱因蓝 是今年 非常非常流行的 是去年 慢慢流行的 这种我觉得 这个其实还蛮高级的 但是它这个 比我想象中的大 它如果再小一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看 我有一副金的是扁瓶状的 这个就是更窄 是一片似的 这蛮好看的呢 是不是 亮亮的 银银的 好看吗 好看吗 那我就戴着了 戴着它 这家耳环还行买的 我觉得还是蛮成功的 然后价格也蛮合适的 不错诶 然后又是两个回购的 这个马铃狗子的 润唇油 这个是我现在基本上是 用一 臀一 用一臀二 这样的节奏 这个真的很好 就是 我自从卸完妆之后 后涂一层 它这段时间就很少复发那种 非常严重的唇炎 有时候会发一点点 但是你用它感觉就能及时 把它止住 这真的很喜欢 这个是我买的 古语的发 古语的这个叫什么水 光感水啊 反正是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又黑掉了 然后看到有一些人说 古语的这个美白做的 做的不错 所以就买了他们家的水 打算跟那个 HBN的发光水 换着师傅一下 然后 它是这样的 它有分 你想买150毫升的 还是300毫升的 我想我要师傅嘛 我去买300毫升的 然后发现它 它一瓶是150毫升 这300毫升就是两瓶 这个不知道 我没有用过 到底怎么样 打算回去用用看 它送了两个美白淡斑的精华液 哇 送了三瓶面膜 光干草雪姬精 光干草雪姬精华面膜 有没有用过 有用过的朋友 能不能告诉我 他好不好用 然后又是一个回购的 这个是可妇美的柔肤水 之前我录那个 护肤品推荐的时候 给大家说过 这个真的很喜欢 感觉你家里常备一瓶 也觉得很安心 然后这个是 他们家很有名的 这个小面膜 这个也是我已经空掉了 然后这个是囤货 就是这个面膜呢 会让你觉得 它没有什么 很让你惊艳的 不是说你会用完之后 觉得哇 你的皮肤宛弱新生 但是呢 它可以在你敏感的时候 做到一定的修护 修护完了之后 你还觉得你的皮肤 会发一些些光彩 所以这个我会在有时候过敏 但是同时第二天 我可能又有点事 需要我的状态更好一些 我就会用它 一边修护 然后一边增加我的光彩 哦 这个是我买的 艾杜莎的 唇部褶离净化液 它是带眼色的 你们谁现在嘴唇上 颜色不深 先黏 但是还蛮显色的 但我觉得要唇色深的话 可能用不了 对 我觉得 它是不是做后期的叠加 可能会更好啊 我觉得肉眼看 你在镜头里看得好看一点 可能更适合素颜的时候 拿它提提气色 什么的 怎么说呢 自己花钱买的 肯定不能说它不好啊 我觉得还不错哦 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很好的 这个很好的 这个是那种 翻盖式的垃圾桶上面 你把它贴在这个盖子上面 它就可以一边吸附臭味 然后一边散发清香 是的 我们家有一个垃圾桶 是专闭用来放我们家孩子的那个 要不湿了 我之前不是还问说 我要不要买一个巨贵的一个 扔要不湿了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 现在就没有味道了 但我买的不是这个牌子 我买的是一个圆的 反正也是日本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差不多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牌子 眉毛 这刷眉毛的 这个牌子我很早 很早以前就开始买了 叫K-Pallet 它们那个睫毛膏 都是温水就可以卸掉的 然后画出来 睫毛又很纤长 然后又很定型 然后买了两个 对我来说真的 假睫毛 是的 假睫毛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 其实买好多了 买了得有那么两三副 三四副 但都不买贵的 都是买的便宜的 然后同时球姐还给我捐赠了一副 她自己不用的假睫毛 因为她自己接睫毛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应该怎么贴呀 太难了这个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它 这个是 这个叫什么名字 叫色 叫色的三个唇釉 我最近突然之间 对那个玻璃唇釉 产生了一些兴趣 它都是一样 它是浓厚 一些啦 一些一些 因为就是它 对你突然之后 你的嘴唇上面会有 像玻璃一样的亮亮 亮亮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唇颜可能是因为 它那个唇膏 或者是唇彩 它不够的滋润 所以我就觉得 镜面的会不会更滋润一些 我们请三位女孩子来试吧 它好像真的不容易涂晕 是吗 对 不好看 不好看 这个有点像那种 阿宝色调色绿 对 阿宝色调色绿 真的整个人是阿宝 阿宝色的 就加全是灰的 不是就白白橘橘 然后对橘的 这个 这个颜色 好像白皮 怎么涂上感觉像后妈一样 它这个也不错 因为这个镜头里面 镜头里面本然好看 爱姐的这个色号是多少 08号焦糖奶茶 焦糖奶茶 选选的嘞 10号海盐奶看 从镜头里看 他们说有什么区别 是 他们本人还是有区别的 秋姐来 秋姐的色号是什么 这个是06的脏脏奶看 你们三个人 我怎么那么像在直播一样 然后每个人说 我是07号脏脏奶茶 我每一次 小红书下面都会有人说 POPP是转行直播带货了吗 对 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直播带货 首先能不能再懂啊 首先你要直播 其次你要带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吃的吧 我前一阵呢 参加了一个奶粉的直播 然后呢 主持人小姐姐 她前一阵刚去完内蒙 她就给我送了一包 内蒙的一个牛奶的鲜烙 每一个长这样 我的小号里面发过 你真的好好吃 好好吃 跟我差不多年纪的 应该吃过那个窝窝奶糖 或是家家奶糖那种 它就很像那种奶糖 但是没有那么硬 没有那么甜 但是你一入嘴就能嚼 同时奶香味特别的浓 甜味很弱 就好好吃 我妈这两天来 我台子上就剩两个了 我妈说 雷雷 你这里有什么甜的东西可以吃吗 我说要不你尝尝这个吧 我就剩两个了 我妈说 这个好吃 你说我妈 是一个非常正宗的上海女人 我妈对于我所有的零食 大部分时候 她的反应都是 这什么东西 呸 但是她这个竟然说好吃 但是我全网就找不到 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就试试看 买了一些 我不知道味道是不是一样 打算吃吃看 这是在一家买的 找的都是那种内蒙的 美食 这是鲜乳奶酪 它用的木桐唇 让我尝一尝 吃鲜乳就可以 软软的 像膏皮 不是它 不是 嚼着是那种渣渣的那种 感觉都 哎呀 是不是清楚 对像豆腐渣的那个感觉 但它是奶 它还不是豆豬皮 好 我们再来尝一下这个 这个是这样的 没有那个包装吧 对 奶到块 这个的口感像奶汤 这个有点像奶粉 把它把奶粉做成了块 的那个感觉 你选这个对吧 它就是口感差点像豆腐渣 但它的味道我还蛮酸酸的 嗯 这个更偏那种奶粉的味道 就很像是小时候偷吃奶粉 ok 所以我忙买的 第一家失败了 我都不是忙买的 我很认真的挑了几家店 哎 这个味道有一顺利的还可以 这个虽然跟我找那个不一样 但这个不难吃 好 我们来试试下一家 先尝尝这家吧 也是芒谷的 这个是牛奶芝士烙 它是同时有牛奶和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种小孩的那种 就是奶酪干什么 好有很多人买回去给小孩吃的 蛮软 这个有一点点奶芯味的 嗯 是吗 你小姐觉得怎么样 不好吃 我觉得它那个芯味不是那个奶芯味 我觉得它那个芯味是那个芝士的味道 就是隐隐约约有吃到一点点芝士的味道 嗯 但是它显得是芝士 烙 我觉得就 不合格 对不合格 ok 最后的希望在这里了 吃点一下奶芯 加油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我看到蒸空包装 我猜它有点好 嗯 吃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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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它了 嗯 绵牙 绵牙是绵牙 像不像奶糖 满香 嗯 很香 然后很像奶糖 但它有点绵牙 嗯 它是那种 闻起来是奶糖的味道 嗯 但但吃起来呢 它没有那么重的奶油香 没有那么重的奶粉 对 它那个糖的那个概念 更少一点 奶干的那个味道 可能多一点 被我找到了 太好了 哦对 哎 大家有没有看 我今天这件衣服很好看 就很年轻 我从来没有过 那么年轻的衣服 我觉得群群肯定会穿的 比我好看 我也是很少穿 有蝴蝶结的衣服 但它这个蝴蝶结 就不是那种 很显眼的蝴蝶结 然后它的这个袖子的设计 我也蛮喜欢的 它下面配了一个 很短的 跟它一样感觉的 稍微有一点点 短裤 这衣服你看我 它就起来了 接下去就是 我最近买的一些衣服了 一件一件说吧 这个是买的 内外的一个bra 一个 不知道怎么样 它内外bra 我穿过很多很多了 就是 很舒服 然后很适合我这种 不喜欢钢圈 然后不喜欢有束缚感的人 然后买了这个 这个是 那天刷小红书 快捡刷到 有人推荐的一个 这个网店 说他们家的这个 背心特别好 它是好像有羊 羊绒 羊绒还是羊毛 然后又感觉有点丝啊 针织的那种感觉 你看它是那种有 针织的感觉的 就是有点太修身了 就比较适合做内搭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我可能外面会搭一个针织衫 这样一穿 到这儿 这蛮好看的 你别说 我现在这个角度 这个发型 很好看 这件衣服我买的时候 331 这个背心吗 这背心331 它现在是249 虽然这件衣服还蛮喜欢的 但是 这才现在才几号 才半个多月 它就降价那么多 未免让人的心里有些难受 而且我也没有提前半个月穿到 没有早买早享受这件事情 我早买了 但是没有早享受 然后还买了两件衣服 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是COS的针织衫 大家知道我很喜欢针织衫的 好看 这个蓝好 很适合我 这个蓝好像我本人的衣服 像我本人的衣服 你有一件一模一样 是不同颜色的衣服 没有 我们的内件 好看这件衣服 好看 这个简直就是 像我衣橱里面已经有的衣服 这个蓝好很白 是不是 对 你现在整个人就肉眼看 粉白粉白的 好看吗 好看的 也这个705 我买的时候 那真的有点 有点贵 然后还有 还买了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 我真的觉得是爱姐的衣服 我竟然跟爱姐会买一模一样的衣服 这条裙子 你俩就说 像不像爱姐的裙子 我穿不了这么短的裙子 不是 就是那个风格 没有 没有很好看的 是爱姐的衣服 对不对 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最好有一个中纪 就是这里 这样对吧 但是一纪上 就是会变得多 我看看 他在画面里面看的话 还挺好看的 也不咋样 看上去 一个是显黑 一个是他有点既不休闲 又不正视 然后又 不称肤色 所以这条裙子 我觉得买的不是很成功 所以这回的这个购物节 我护肤品 买的还不错 但是衣服呢 买的要么就是 这个 对吧 没有保驾的 要么就是 对吧 风格款式都不太适合自己的 我本来对这条裙子 寄予了厚望 真的喜欢的衣服 买回来发现穿上 感觉很失落 对很失落 好 但现在还剩最后一样东西 给大家开 这个是 小鸡球球 这个是给我们家小孩买的 他有小鸡球球 变点心小鸡球球的春夏秋冬 然后小鸡球球的书 我们家基本上全套的都有 然后小鸢很忙的时候 我们家也全套的都有 这个之后可以给大家单独录一期 关于我们家小孩会版玩具的那些 这个很可爱 你看这个小鸡球球 这个很可爱 其实这期还行啊 没有怎么买那种 太鸡肋的东西 除了这个 主要是没有买很多彩妆 我刚才讲 主要是没有什么彩妆 主要是没有买彩妆 要是买彩妆就是 好的 今天就是我的开箱的视频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